美国其中选举开票接近尾声 那么众议院部分共和党明显领先 也让市场开始担心了 如果共和党重新取得两院 未来将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今天我们持续邀请到 芝加哥商业所的讲师王有明老师 老师晚安 老师啊 美国稍早开盘四大指数 呈现走低的现象 详细的情况我们交给您 好 我想目前当然美国国会 对全球的势力 经济的势力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 他们这个组织非常的严谨 而且各种领域都有 那目前看起来共和党比较稍微领先 那领先可能就会采取比较紧缩 紧缩的话就政府少花钱 民间当然就少赚钱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个市场上当然多空对战了 但是目前空方稍微比较明显 领先一点点 大家还是比较担心 万一紧缩的话 对未来经济发展稍微比较不利 那也因为如此啊 政府如果少花钱 债券价格也就持续探底 今天美国债券持续破底 来到119.05 那再创这今年也来新低点 那我们相信对美国整个 这么大的国家如果少花钱 这个效益 我相信也会延长到 也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 包含我国的制造也有想多多少少 也会有点影响 但也因为如此 目前美元指数就稍微比较走强 走强之后 联准会叫了很多天的物价 终于跌下去了 联准会为了压物价 从上个星期以来一直喊 他一直喊老鹰要来 老鹰要来 但是好像市场不太买单 今天终于有一个 比较稍微明显的跌幅 不然农作的价格 小麦今天跌到823 一桶 从距离 11月以来高点900而言 大概跌了10个百分点 那么石油目前跌到89块附近 天然气也跌了5个百分点 工业金属 铜白金 8金也都有跌一个百分点上下 所以整体而言 美国目前对市场 喊盘的动作可能不会停止 但是从各个角度去试 鹰也好 隔也好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美国目前还是走 比较消息面的市场 那反观其他国家 这个今年 今天股市开盘之后 也因为这个 参众两院的开盘结果 还没有明显的 还没有完全开完 所以包含欧洲股市 现在也是属于小黑的状态 大概都跌0.5个百分点上下 那美国也是自己在跌幅 在0.5到0.8个百分点上下 附近左右 还在摇摆不动 还在观望当中 所以投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 也稍安勿躁 我们一起来观察 最后的开盘的结果 那么各股方面 今天10点半开盘之后 META 我们刚好新闻有看到画面 那财员财蛮大的 规模很大 那个大概财掉13个百分点 结果呢 尊结费用 让华尔街觉得 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结果股票马上大涨了 5个百分点 所以看起来这个执行长 主刻薄 应该是下队 其实下队离步 那么其他科技厂商 可能也有可能 会赶上财员之路 那目前科技类股 跟台湾联动比较强的 像NVIDIA Apple Netflix 包含这个Qualcomm 目前表现都稍微比较弱势 尤其NVIDIA 目前跌幅高达4个百分点 看起来晶片厂商 这个目前 未来有没有可能 也会走向财员之路 我们还有待观察 那么标股方面 建议党叫MACK的生技类股 一开盘涨幅高达200个百分点 这个涨势相当的惊人 那么也来持续关注 这个新药的研发 对未来的产业有什么影响 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还彭内主播 台股的部分 投资人今天应该是 稍微宽心一点了 在台积电大涨4.5% 领军电子族群表现之下 指数是开高走高 一举收复13600点 整数关卡 那么中场是以大涨291点 收在今天最高点 13638点 更多的台股资讯 时间交给老师 好我想今天其实最重要观察 是新台币的汇率了 新台币汇率今天升值到31.87 相对其他亚洲货币 我们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也表示外资 从卖方转回买方 重新来布局台湾的股票 那特别能够 对台积电有这么大的买幅 我相信外资还是不遗余力的 贡献蛮大的 所以今天台积电涨幅算是非常大的 那么连加均呢 其实也不遑多让 包含连电涨3034的连勇 今天甚至在亮灯涨停 那2454的连发科 今天涨了四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整体而言 今天半导体股 可以说是盘面的重心 这个其他都没涨都没关系 单单半导体全部涨上来 就鸡犬升天 那一个半导体拉上来 当然海运类股 这个航运类股的陆海工三军 也是三军齐发 连金融类股 也因为成交量放大 这几天连续都有2000亿以上的 买卖交易量 也让这个证券类股 包含元大也好 群益也好 这些证券类股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那么原物料股 其实也还不错 今天因为原物料是今天才跌下去 那整体而言 塑胶也好 石化钢铁 目前也都还是呈现 相对的多头 那表现也都不算太差 那么比较弱势的呢 就要比较谨慎了 因为META一旦裁员 相比对周边的这些设备厂商也好 这些软体厂商也好 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 那我们看到现在8069元太 2388微胜 这个元宇宙概念股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点压力 那过去几天 我们一直观察着新能源股 今天也是行情渐退 那股股也是跌多涨少 像是2308台达电 还有新胜利 最近都显出一些疲态 已经有点涨不上去的感觉 所以这个都在平盘附近 甚至平盘以下游走 所以投资票在新能源股方面 可能可以再做一些分散的布局 那么各股观察方向 我们最近提到的3356的旗友 在我们节目中连讲了四天 今天第四度拉上涨停 所以对我们的节目而言 算是蛮大的鼓励 那么1301的台数 1303的南亚 也是持续在走龙当中 也是虽然没有这个亮灯涨停 那么明显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格局 但是起码一直非常稳健的上攻 也是对我们这个节目 也是也就是表示了 这个速化类股 目前的行情也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2376的技嘉 2376的维新 这些消费性电子厂商 目前表现相当不错 尤其技嘉重回百元 在过去而言 这个行情有点坎坷 对美国的消费市场 这个市场没有那么明确 那最近重新有一个买盘进驻 我想也是对国内的这些制造业厂商 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那么想投资们 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分散的布局 包含原物料股 这个半导体股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布局 我相信目前台股 应该重新能够站稳 那以上是台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 彭内主播 之前在电脑し说 去望 liksom 去望